到字幕这边Captain进去 然后你就让他去侦测 就带出来 带出来之后再去做修正 这边也可以快两下直接打 好 这边也可以直接打 那上面的字型啊 大小颜色啦 这边都有 随身字幕 那如果你会用那个威力导演 其实你也可以把MP4 我们转出来之后的这一段影片 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个一支影片档 我看一下在哪里 png html css sw 在这里MP4 你把这MP4会入到威力导演 加字幕完 会出放轻篮袖的字幕了 知道吗 威导也可以加字幕 也可以另外一种 我以前是用威导再加工 再过来比较快 我自己觉得 比他在里面这样做快 但是字还是得打 没办法 字还是得打 所以你可能还是要自己去 注意一下文字的部分 好 所以这是字幕咯 很好玩的一个 很好笑的字幕工具 那做出来会颠覆你的想象力 好不好 因为完全不一样 好 右键 它这边可以做字幕的处理 好 那右键 现在还有个工具老师 今天都没有带 这个分割 分割影片跟声音 如果你的声音的部分 整段通通都要重录 除了精英之外 你也可以点这 好 它就把它拆掉了 它就没有声音了 没有声音 你就可以自己重录声音 但是要注意时间 怕时间不够 所以我以前常常在录的时候 我做一个动作就是 假设我本来第一次讲的时间 解释真的影片讲完后 例如说我只用了一分钟 可是我发现我重录后废话太多了 我可能会需要讲到一分钟又十秒 你剩下那十秒你怎么办 我不已经录完了 录声音录完 没有影像 我就是用这个影像来当成是我的影像 好 我那个时候做的方法是 我点了它后 把它这个画面截图 把这个画面拍照截图 或是用那个软体播放的时候 把那个影像播出来 用萤幕截取画面 截取完之后是不是有这张照片 我把照片拿到后面补十秒钟 听懂吗 你就不要动 反正就都在讲课 你就不要动到是会动的那个动作 就是可能是静态性的 那就是补那个时间 比较麻烦 就是有时候如果可以重录是最好 没办法重录就只要用补的方式 这是我之前蛮常做的 就用补的方式去补那个时间 好 所以这里的话的功能的部分 这是 这个就是你的字幕 然后这是一般的外观的使用 这个比较没有什么处理 比较重要的是去背 我们上次都有讲过了 所以老师利用这两天的时间 把所有的工具都带完咯 最后就带完咯 好 那这个做完之后 你当然可以存档起来 这都会了 Save Project 把它存起来后再把它汇出 好 那最后一个地方是 汇出的地方有一个功能 我觉得你们可以学一下下 也就是说像例如说 老师今天有那个 这是我上课的所有的录影档 我录好了 Mb4 我不打算加片头片 我都不要 我只希望它最后变成 可以播放的 播放的格式就好 好 那Mb4本来就可以播 但是它是影片 它是影片 我想要让它变成有 Smart Player的那个播放器 OK 它这边有支援一个功能 叫P4转档 在这里 P次转档 我看要Share Share 这个 好 在tools的地方 分享 有一个P次转档 这个P次转档的工具啊 同学进来 这以前我非常常用 我就会把所有要转的档案放进来 例如说桌面 好 我这边找一个影片哦 这么一堆 好 这两三段好了 这三段影片我想要转档 好 我们就把它开启 好 开启进来这边就是影片档了哦 好 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去设定你想要转成什么样的格式 所以如果我全部都要有Smart Player的 我就点这个 知道我的意思哦 好 那这有个Preset Preset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做你的设定档 然后加一个新的 例如说我要输出其他格式 所以它有另外一种另类的一个做法 就是它可以转档 转影音档 我本来录出来都是MP4 我想要转成WMV 我想要转成MOV 都是可以的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它也算是另类转档的工具 你可以自己去做Preset 然后点它后 这个就改成WMV 下一步 给它的预设用 下一步 好 那大小建议用录的 你录制的大小 好 下一步 好 这边是预设 然后这有符水印 你如果要加符水印 就是有点类似那种版权宣告 加在你的影片上头 你可以加符水印 然后去带符水印的图片进来 知道吗 这可以加工 好 最后完成 来 完成 所以你在档案这边转档 会多了一个新的叫找WMV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用我们今天教的 SmartPlayer自己去做 或是这个 可是如果你是用SmartPlayer 要记得 我的档名是不合格的 我这几个档的档名 都是不合格的 因为我有中文 知道吗 这就要自己改掉 好 来 那我们就用找WMV 来 下一步 第二个步骤是 你要储存的路径 桌面给个资料夹 好 确定 OK 那他会跟你说 原本的那个MP4 要不要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当次资料夹 不要 然后要不要显示 最后转档之后的结果 也不用 就是转完就转完了 好 完成 他就开始跑 这是我以前 在教学最常用的 因为我每次都录完AVI 录完AVI 就我要给学校 AVI太大了 传输不容易 然后 有些学校开AVI 不要吃力 所以我就把它转档 转成MP4 转成WMV 我就用这个工去转 所以P4转档很好用 这样了解 可是呀 如果你这一个课程 是需要有加工的 P4转档就没有用了 你就要个别个别做 知道老师意思 所以两种情境 第一个你要把影片档 快速转传 small player 不加工的情况下 用P4转档 或者影像的格式要互转 比如说MP4到WMV到MOV的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解决吗 试试看 来 转一两个就好了 不要转太多 要等很久